今年一部演戏攻略非常火爆 捧红了很多主创演员 但提起很多观众心中的功德剧一番 还是孙丽 蒋新等人主演的《甄嬛传》 对于蒋新来说 华飞这个角色对她的意义非凡 演绎炉火纯青 将这一人物形象演的生动立体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她 近日她现身机场 许久未见 似乎又圆润了不少 穿上一件外套也不遮容 蒋新兼备一个大容量的油拆包 穿身灰衬衫外套 下搭黑色显瘦的休闲裤 脚踩马丁学大早上赶飞机的蒋新 面容看上去有些憔悴 这位83年出生的女演员 如今已经35岁了 其实她和那炸热巴一样 也是出生在新疆维族的女演员 不过因为执意胖体质 没有她们那么强的抑郁风情 尽管蒋新的身体在发胖 但还是那么一张巴掌 小脸 在机场穿的这身衣服 也非常休闲低调 和其他浮夸作秀的女明星比起来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朴素化 作为演员来说 身材的管理固然重要 但演技才是力深的根本 在参加访谈的时候 她就表示过 自己想做的是专业纯粹的演员 而观众却更加关注她的体重 女明星即便是素颜 也比常人要明亮好看 在这张照片里 蒋新的手机屏保暴露出来了 个然是自己的一张写真 没想到华妃娘娘 竟然还是这样的自脸狂魔 真的是暴露了自己的少女心 再来看看蒋新的其他造型 她身穿一件硬瓜衬衫 下搭黄色阔腿西装裤 显得干在优势上 这几年来 她作品的数量大大减少 估计是把自己的时间 放到了父母身上 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 蒋新打着一把透明雨伞 不过这鞋子还是颇为俗气 拉低了整体的格调 蒋新头戴白色刺绣压舌帽 在一件衬衫牛奶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